刚刚听到阿曹讲那个诈骗 我真的心中好有感触 阿曹啊真的如果我是 50万 100万被骗走 让他去买LV包 那我不如来买个台积电 我还赚钱对不对 对啊就是说呢 钱呢丢到水沟里面 你还会听到普通一声 但是如果你的钱被诈骗集团骗走呢 是无声无喜的 他不可能再跟你说哎 谢谢再联络 所以这个台股其实呢 还是有很多可以做投资的 如果你都不知道 要买什么样的个股 其实我们周边有很多 这个公司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这些公司呢我们来举例来讲 以台新金来讲 那他这个过去 这一年他的一个殖利率 大约是9.22% 但是过去不代表未来 那这个元大金 华南金 富邦金 其实金融股在今年 其实获利都非常的一个好 那他那个配股配息 其实各方面 其实他都是一个属于一个稳定的 那以鸿海来讲 他这个值利率大概也在3%左右 那台积电是2.39% 以上这是属于这个高值利率的 那如果说你担心说买单一的个股 太过于集中的话 其实最好的投资标率就是台湾50 0050 那因为如果你怕说 为什么有人不喜欢投资 不想投资 就是说他怕这个可能先前有一些 买到公司不小心变成壁子了 那我敢跟大家保证就是0050 跟保金融这种ETF绝对不可能变壁子 那绝对不可能的 这我敢保证 这我不敢 我不怕金管会来查 这绝对不可能 这种因为就是他是ETF 所以这绝对不可能是变成壁子的 所以阿草 如果我台湾50就是0050 您看他的K 他已经过了前波高点9593 因此如果您心中有一个信念 就是台北股市会冲到981万点 那我就买台湾50 如果我觉得大陆股市 还会继续再反弹 量以金资金都到大陆去了 那我就去买保护生 如果我觉得金融未来期待性高得不得了 因为要打亚洲杯 我就去买保金融 是不是这样 对 完全都是正确的 那包括保护生的一个部分 短线上来讲 护港通等等 其实都还是一个题材 那诈骗集团之所以会得逞 他都会告诉你 你买台积电 你买红海 有可能一年每年都配息90%给你吗 保证获利 但是绝对是不可能 但是这些股票 它是一个中长线 是走多头的这样子的一个个股 然后这些个股 甚至于是长长久久 甚至于你是可以传给你的 这个小孩子的 所以说千万不要被诈骗集团所骗了 你如果要被骗 说真的这些钱宁愿来买这些个股 把一辈子我觉得都是划算的 刚刚曹讲说可以传给孩子孙子 不是假的 因为那个公司如果稳定性很够 又是很重要大型的公司 也不可以勾小孩嘛对不对 所以你看台积电时间拉长 还原全职创历史新高 台湾50你把它时间拉长 全部也都是创新高的 红海何尝不适后 还原全职之后了 所以呢 感谢阿潮这样一个提醒 因此我们每天都得要盯着看 关心市场 也关心法人的动向 同买超的它的稳定性就比较够 今天同买的只有一档 很重要叫长荣航空 好久不见航空股土洋同买超 那同买的部分呢 比较多有三档哦 加联益啦金宝啦联电啦 难怪郭大哥说 电子股最近呢 比较有点拖累到了盘市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大盘